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原芯片是一种塑料的卡片 通过一扫他就会知道猪的来源 但现在改进了都是电子二维码 也是通过机器一扫他就知道猪的来源 成都市从11月1号就是今日开始实行猪肉溯源一马通的过后 然后对于我们市场管理方来说 现在就是说可以在猪肉上面直接看得到猪肉的产地 标识以及一系列的信息屠宰场的信息 以前是实行的是收取简易票然后进行登记 对于我们市场管理方来说实行的新政策过后 对于我们很便利也方便 不用再像以前收取一大楼的简易票来进行登记 去摄吧 那滋 vur 在何時收取能书 进行吧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